今天本人应邀到大院列席报告 今年5月28日 决议通过修正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有违反宪法上民主程序 权力分立原则 以及正当法律程序等 而侵害人民权力之余 本次复议案的提出 是基于维护权力分立原则 及保障人民基本权力之考量 原一 上开宪法征修条文规定 奉总统何可 于今年6月11日 已请大院复议 在此 仅请各位委员谅解 并会议支持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及刑法修正案条文 将行政院及所属机关人员 与人民作为主要的规范对象之一 并科与许多协力义务以及裁罚 不能说本次的修正案 与本院无关 依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第三项规定 立法院于每年集会时 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并无科与总统定期为国情报告之义务 将妨碍总统日常国务的行使 总统为国家的元首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对内统率全国陆海空三军 并有任免官员授予荣典与赦免等重要的职权 以及享有国家机密刑事豁免等特权 与一般行政首长并不相同 不应将民意机关对一般行政首长的质询权 套用在总统身上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条文 立法院行使调查权调阅权 举行听证会时 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提供文件资料 出席提供证言 表达意见及接受询问 然贵院调查的范围已扩张到 对相关议案或者与立法委员职权相关的事项 与司法院赤字第585号以及729号解释 所揭示的并不相符 如果大院启动调查的目的 是为了清查政府弊案 以宪府的规定 是属于监察院以及司法机关的权责范围 我衷心的期盼 透过法律案复役的宪政程序 各位委员先进 都能够体谅人民的心声 站在人民的立场 以及向历史负责的态度 行政立法两院携手合作 共同维护宪政体制及保障人权 并以深化民主理性和谐的沟通对话 在乎宪政体制及宪法原则下 积极追求国会改革真正的愿景 在乎护宪政体装有些 orth奸异方的 往前在zwıl的云下